總經理 你情緒還好嗎 哭了嗎 真的哭了 台上話講到一半 基態總經理馮仙緬眼眶泛淚 語帶哽咽 致責 然後加上多年的好夥伴 董事長奇蹟這樣行 台上泛淚完 下台也拿出手帕是淚 看來情緒很滿 台上金句也不斷 沒有聲音到現在 現在都還是在 72小時的黃金處理時間之內 是要把精力放在去 解決這些主角的問題 還是是要去解決那些觀眾的問題 房早了 從師傅到媒體 通通找不到人 封先免還說 9月7號就代理四川旁邊 是副市長認不出來 還在72小時黃金處理時間內 不算神隱 何見意象書被抹黑 也好委屈 一坪房子就換一坪 等於就是他不要出錢 舊屋換新屋 沒有一個公司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這樣做了以後 如此負責的做 結果被說要趁火打劫 基態的誠意 就是只蓋一坪 我都願意給他一坪 你認為會有比這樣更願意負責的公司嗎 零房受損 基態了不起負責 被說趁火打劫 基態不認 一億元設立信託 由市府來主導 他只要6000 我給一億 貝貝市府假扣押拿6000萬 加碼再提一億設立信託 基態說 這是早就準備好的 神隱四天 終於露面 被立委質疑 監案設計和監造同一人 還待過北市建管處 是不是有門神 內神通外鬼 建的人我連建都沒有建過 我們如何去運用門神 否認門神傳言 封先免情緒險的激動 最後不忘 我還是拜託大家 平衡一些報導 這樣對願意負責的企業 才比較公平 只是事發至今 基態總機轉語音打入 發言人會後 也不願留下聯絡方式 怎麼平衡報導 基態恐怕得想想 是不是自己一督不回 體面新聞 全章會先 台報道 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